早就已经高龄化的日本倡议的中活 是指60岁到70岁时 长辈们会开始断舍离 交代身后事医疗抉择 而随着在日本社会不婚不生的人变多了 很多日本的壮世代也意识到 得一个人走完人生的下半场 很多人从50岁就开始投入中活的规划 对 我还觉得自己玩了 我觉得差不多45岁以后 就可以慢慢的来思考 自己日后的一个热灵退休的生活 那我当然我是从52岁开始 55岁的邱大哥 他在四年前从桃园搬回台北 买房时就朝退休宅的角度去设想 第一一定要临近我们这些 比较大型的医学中心 那第二呢当然就是说 可以让我的健康好 因为看病看医生绝对是下下策 一定要维持我的健康 所以我会特别选择附近有一些公园 有些比较大的可以让我运动的地方 那另外呢当然还有一些就是可以登山爬山 健走的地方 邱大哥从居住环境健康促进财务规划三方面来安排 他希望65岁甚至更早能退休 目标是存到4000万 到时候还能有好体力和太太出国旅游 没有小孩的他们也讨论到了生病的急救处置 还有未来想要树葬 现在住到七八十岁不良渔行的时候 那我可能我会去入住有关于现在的 我们市面上很多都会看得到的一些 乐林宅也好 共生宅也好 他们会有一些设备或者是规划 是否我们引发长辈是蛮友善居住的 而且他们里面的一些服务人员可能都会有医疗医护的背景 那我原来的这一间房子呢 我就会把它出租 出租的租金呢 我就会把它规划用在像银行现在有一些的安养信托 那每一个月他透过安养信托去给付我债 另外一个乐林宅或共生宅所居住的一些费用 邱大哥建议大家可以更早去想象和规划自己的老后生活 不管你是否独居或有没有小孩 越早安排越好 根据日本的调查 一九八零年全国有八十八万多人 老后一个人住 推估二零四零年将超过八百九十六万人 以台湾来说 一九六零年总生育率百分之五点七五 但现在是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国家 未来可能很多人没有伴侣或小孩 但即使结婚生小孩 也要考虑老后如何生活 像是列财务清单 确认养老金是否充裕 推估每个月消费和非消费性支出 另外检视居住环境 可以改装成无障碍空间 一个人住的话可以考量 有没有亲戚朋友等熟人住附近 距离医院药局不要太远 还有超市或超商近不近 因为购买食材的地方太远 对老人负担大 有人可能因此放弃出门 在家衰弱致死 年轻人不会体会到 他老的时候会有问题 这个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子 那我也提供一个经验 其实我照顾这些老人 我也不觉得我会有老的一天 但是我在照顾在第七八年的时候 有一天我就警觉到说 原来老会有这些问题存在 因为有一个长辈跟我抱怨说 她说她的先生什么病都有 但是活力很好 但是她什么病都没有 但是她都没有活力 一动就累得快死掉 那我就看看她的太太 人非常瘦 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去研究 基草症的原点在这里 医师提醒老人没有病 体能也会衰退 规律运动从年轻时 开始存健康本 而除了自身准备 还有国家社会也要做高龄规划 在国外有很多的企业 当然其实他们很重视这个问题 他们会帮他 因为他们有很多的壮世代的员工 所以他们公司会做很多的员工 退休的一些规划 财务训练培养 那其实这个精神 应该我们国内的企业 像现在ESG 很多的企业都要把友善高龄 纳入到他们 因为是高中社会来年 这是他的员工老了 年纪大了 他的客户也顾客 年纪也大了 退休老化都是必经过程 越快做准备 比较不会措手不及 大家都该学习老后的课题 而政府近年来也推出了 政策型的保单 小额中老险 由于投保的年龄放宽到了八十四岁 而且保费比较低 不需要体检 大受民众欢迎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小额的中老险 保额上限只有九十万 保险之余 其实长辈们也要评估 这保额到底够不够用 身后入住的铃骨塔 装潢色调柔和 百万等级VIP室 还有沙发座 让家属愿意多停留 跟至亲家人说说话 走在这个空间里面 你不会觉得有压迫感 而且他视野情况是非常好的 你走在这边就会非常舒适 很像都可以在这边拍一个偶像剧 走向人生终点时 包含礼仪服务和最后长眠之地 处处都需要钱 这家新创殡葬业者 纵使价格较为清明 但基本流程半晚 仍需要三十万上下跑掉 一个标准型的一个礼仪服务 就是从头做到尾 所谓做到尾 是做到送我们的客户 到他自己指定的来世宅 这样的一个部分的话 大概是十几万 来世宅的部分 哇 那个人数据就很大 从我们刚开始的十出头 到上百万的东西 甚至有时候到上千万都有 突然得拿出一大笔钱 办丧事 对经济拮据的家属而言 是沉重负担 若买不起生前契约 小而美的新型保单 或许是另一种选择 为了保障无法投保受险的高龄和弱势族 政府在二零一六年推出政策型保单小额中老险 由于初期一人现买一张 而且保额只有三十万 比赔金额过低还一度被戏称是只够买塔位的零骨塔保单 不过今年五月开始 保额上限提高到九十万 而且一人可买四张 希望能提供丧葬所需 圆满人生最后一程 小额中老险 主打低门槛 过去被保险公司 聚于门外的族群都能投保 不止年龄放宽到上限八十四岁 最高保额九十万 而且不需要体检 费用也比一般受险便宜两到三成 以六十岁男性为例 一般终身受险 年交保费高达五万七 但小额中老险只要三万一 超过一般受险承保年龄的老人家 可透过这类保单 预留丧葬费用 减轻子女负担 高龄又有慢性疾病的对象来讲 他可能在其他的保险是没得选择的 那在小额中老他有机会承保 但是他的保费也有可能会 因为他身体状况的原因 被加费一些些是有可能的 不过有专家提醒 小额中老险保额太低 已婚又有房贷的青壮年族群 不适合投保 最好考虑用定期受险拉高保障 另外小额中老险虽然标榜低保费 但投保前三年属于空窗期 代表若三年内部性身故 只能领回总保费的1.025倍 投保钱得衡量风险 传统的终生受险只要一经合保完成之后 第二天发生的这个身故 或者是完全失能的情形的话 基本上就可以产生理赔了 小额中老受险 它是在一到三年的时候 如果发生完全失能 或者是所谓的身故的时候 它是不理赔的 专家直言小额中老险 和一般终生受险相同 年龄越大保费越贵 而且超过六十岁投保 最后理赔金额 其实跟自己缴交的保费差不多 例如六十岁男性 投保保额三十万 二十年总保费二十八万九千多 从第四年起身故后 家属可获得理赔金三十万 等于是用自己的钱赔给自己 怎么样保财核算 得先拨拨算盘 虽然是便宜 但是总个保费还是蛮贵的 因为只要是保险里面 冠上终生两个字之后 其实不管任何的选种 意外险也好 癌症险也好 医疗险也好 只要有终生两个字 其实都是蛮贵的 社会新鲜人 他刚出社会 他如果赚的钱有限 他是可以评估 先做这样的保单 但是如果是针对一个 比如说已经结婚 有家庭的对象来讲 其实就没有那么的适合 小儿中老险 替更多族群 撑起保护伞 不过人得买对商品 多看多比较 TVB新闻 陈又翔 黛元丽台北报道 有调查显示 亚洲女性的财富 在去年提升的速度 是全球之冠 女性拥有的财富 也仅次于北美 位居世界第二 专专又分析了 这些家庭观念的改变 很多女性不生 甚至不婚 还有更多的男性 愿意去照顾孩子 让女性的创业者 有越来越多机会 能够投入市场 财富也跟着增加累积 比较不会像以前说 女生就是要一定要在家里 相敷轿子 准备着工具 一边谈着创业艰辛 身为三个孩子的母亲 Tina三年前在家人支持下 决心砸下近两百万 开设了文媒工作室 不当三班族 自己创业当老板 靠着辛劳赚尽更多薪水 还一半妇女一样 创业对于Tina来说 就是家庭跟事业的两头烧 但有丈夫的支持 Tina更能妥善分配时间 三年下来越收入稳定 比过去当上班族 多了好几倍收入 甚至有开第二间工作室的想法 家里可以帮忙我们雇小孩 我们才有办法去 去冲我们的事业 女生对于自己的话 可能我们会比较明白 说我们的强项在哪里 我们会更专注于 去凸显我们的强度 然后让 就是让我们在这个市场上 也是有一定的竞争力 创业者越来越多 而这当中也不乏有很多女性朋友 而且受到观念的改变 现在这样女性的比例是逐年的提升 也让她们的整体收入越来越高 女性意识抬头 知识普及 职场性别天花板逐渐被击破 越来越多亚洲女性创业比例增加 收入跟着增 根据日经新闻报道 亚洲女性财富首次超越世界各区 只小数于北美 位居世界第二 成长速度是全球第一 富比是亿万富翁年度排行 亚洲女性从2010年的13位 增加到2022年的92位 2022年全球富有女性报告 中国大陆四亿七千万的女性 有78位的亿万富婆是白手起家 另外像在台湾呢 过去有男性主导的一些职缺 像是高阶的电子工程师 电机工程师 或者是制造工程师等等 这样子的职缺呢 目前呢 已经有很多的女性主管 在里头担任高阶经理人的职务 像是全球的这个记忆体大厂 本身就拥有一千四百位的 女性工程师在台湾 富达国际去年 全球女性投资理财调查显示 因为72%的台湾女性 认为自己经济独立 比台湾男性71%还高 但行政院受雇员工薪资调查 男女平均时薪 2021年差距来到15.8% 男性高于女性 近半数的女性 认为自己在退休的时候 没办法存够钱 譬如说我们现在女性参与率 是51% 比起我们离近的日本 韩国 香港 甚至美国 都还要低 那这主要是在于 我们目前台湾的职场 对于女性是非常的不友善的 这也导致女性的薪资 目前只有男性的80% 那如果换算成10薪的话 大概也只有男性的84% 专家分析原因 女性收入增加 主要是因为全球性别平等观念强化 女性有更多受教育的机会 在高技术领域职场发展更广 亚洲地区过境女性最大的阻碍 来自于结婚后的家庭照顾跟生育 但现阶段这样的观念有所改变 很多男性愿意支持女性婚后继续工作 相互分工的情况也让女性在职场收入 跟财富累积越来越高 中小企业的女性企业家 女性负责人 占总数是58.6万家 占比是37.2% 而各个行业中 又以住宿餐饮业的女企业家 占46.8%是最多的 所以可见这个女性的常才 在餐饮业也可以获得相当的发挥 女权抬头创业增加 连带让薪水提升 男女就业的财富板块 悄悄波动 TVN新闻成员案 蓝渊明台北桃园采访报导 但是现在全球面临的问题 就是通膨 澳洲的央行要第四度升息 幅度更可能会超越美国的联准会 这会带来什么样的经济风险呢 再交给向路 是的来看一下 这位是澳洲央行的总裁洛威 最近澳洲正遭受了高通膨的影响 因此他们认为既然通膨飙升 将会促使的央行转为鹰派 预料将会继续升息 而预计呢 外界认为澳洲的升息将会四次 比美国联准会预估的还要多一次 再来看一下呢 学者他们也认为了 澳洲这个拥有1.5兆美元的经济体 如果升息的话 未来一年经济的衰退性 可能会超过了三分之一 再来看一下呢 原本澳洲政府其实是期盼经济能够软着陆 但是呢 没有办法抑制高通膨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在去年2022年最后三个月的时候呢 他飙到了32年来的新高 也就是他的物价 因此呢 央行不得不调高利率 但是呢 你一旦调高的话呢 那么澳洲的经济呢 就会放缓 其实呢 不同于美国人 他们的房贷 多半呢 是属于30年期 较不受紧缩周期的影响 澳洲的房贷利率呢 其实属于浮动的 换言之呢 当澳洲政府 他们升息了以后呢 房贷利率也会调升 也会让房市呢 处于比较低迷的状态 预料未来十个月 将会是澳洲房市的真正考验 不过通膨 全球都担心有衰退的隐忧 东南亚的经济成长率 却从2021年开始 不断的成长 而在全球的经济区域 发展当中 独占凹头 其实东南亚 现在有人口红利 加上数位经济的发展 未来他们的产业驱动力 还有想象力 都会与日俱增 历经疫情战争重创 放眼全球局势 美国 大陆 欧盟 三大经济体同时熄货 而在这史无前例的现象中 唯一的亮点区域 就是出现在东南亚 全世界现在其实对观光 它可以说是争取外汇 最快的方式跟模式 所以全世界都在 就是争取观光的这一块 然后积极的吸引 全世界的消费者 到他们的国家去观光 东南亚的话 当然也不例外 挟着庞大人口红利 中美经济脱钩 以及大陆封城 带来的效应 还有原物料价格高涨之势 东南亚成了在2022年 支撑全球经济成长的 主要动能 亚洲开发银行 更加码预测 东南亚地区 2022与2023年 经济成长率 都将超过百分之五 不仅是全球极少数 维持高成长地区 还是30年来首度超车大陆 过去在疫情期间 也衍生出了不同的工作模式 包含了远居办公 或者是混合室的办公 但是像是这种 企业模式的转变 也进一步冲击到了 交通以及运输的需求 产业呈现示威 不过我们看到了 现在疫情趋缓之后 这些产业也呈现了 U型反弹的增加 而像是这种发展模式 也是现在全球多数产业的模式 包括交通 旅游 店内餐饮等等 都属于U型反弹范畴 另外电商与数位金融产业 在疫情期间爆发性成长 即便疫情趋缓 仍保持稳定发展 成长曲线呈现S型 但也有受益于疫情 带来的大量需求 在疫情消退之后 回归常态水平 像是外送 线上游戏等产业 不过放眼东南亚 数位经济整体规模 仍在年年增长 显示东南亚市场庞大的发展潜力 过去几年我们看到说 包括美中贸易战 或者是供应链的移转 然后东南亚现在 除了政府的政策 还有整个大环境 都对东南亚的贸易 还有吸引外资有帮助之外 东南亚的政府也积极的 想要振兴他们的产业跟提升 包括数位经济 或者是绿色转型等等 都是东南亚在2023 这一两年可以迎来的 一些新的契机 但是在挑战方面的话 东南亚也看到了说 美中之间的对抗持续的 会影响到东南亚的经济 外交还有政局 那东南亚的几个国家 在去年或者是在今年 也陆续会有一些选举等等 那也可能会为当地的政局 或者是社会带来一些新的 不稳定的因素 除了产业本身如何 瞄准对象也很重要 以东南亚受众类型来说 主要能分为三种 包括了中等收入的三十岁以上都市主流 以及大多为十八到二十九岁的年轻族群 亦称为数位原生世代 和比较愿意以比较高的金额 换取高品质产品 消费力较高的富裕用户 而进一步细看东南亚 四点六亿数位用户中 有高达百分之二十五 是疫情期间加入的新兴网民 也让掌握各式受众消费习惯 成为二零二三年必备的行销战略 疫情期间东南亚会跟台湾 还有其他的亚洲国家一样 就是说这种电商 这样子的一些营运的方式会崛起 所以说当然是会出现一些典范的遗准 但是无论如何就是说 今年的话要再像去年 有这种制造业的转单的这种红利 可能就比较没有 会没有像去年那么强劲 但是就是说内需型的服务业 多的大陆客会涌入东南亚 提振他们的这些观光业 因为解封而受惠 所以说等于说一来一往这样子 随着大环境的转变 全球的经济链也不再相同 当角色正变化重组 细细洞察2023年东南亚的趋势 也是必要关键 健康话题你也有治男生吗 就做生活习惯不佳 都是痴疮发作恶化的主要原因 痴疮对个人造成的不适 往往因人而异 有些人的痴疮看起来摸起来都非常严重 医师表示了在门诊上部分病人 痴疯完全没有因为痴疮造成的不适 而有些人的症状听起来非常严重 对生活造成影响 因此要对症下药解决痴疮 造成病人的不舒适感 水分也好或是纤维也好 摄取的不够的话 那就会像干掉的牙膏 你可能肠道就要很用力很用力的去挤 腹部很用力很用力的去挤 才能够把分泌解出来 那同时你的痔疮组织 也会受到蛮大的压力 那它就更有可能会脱垂出血之类的 医师指出习惯上厕所久坐的人 一定要特别注意 还有可能容易痔疮会肿胀或发作 当你来做检查 我们一般会一个试诊 来看一下肛门有没有外观有什么状况 另外用肛门镜 用直诊 希望要排除一些其他的问题 如果确定是痔疮以后 会有一般的会有几种做法 实际上来讲 绝大多数都是用内科治疗 就是给药物或建议一些 大便习惯的改善 但少部分我们可能可以用内科 用结扎的方式 就不用去手术房 但是可以达到效果 排便状况还OK的人 然后还是常常感觉到脱垂出血 甚至出血到贫血 然后那就没办法了 可能就要考虑各种手术的处理方法 门诊大概会遇到的病人 大概来都是比如说像屁股痛 或者是或者是说结血便这个部分 现在台湾的医疗很方便 我是觉得有症状 尽量还是到医院的就诊比较好 久坐 久站 提重物 蹲跌 它会肿胀造成一些症状 因此生活形态要改变 另外就是药物治疗 保持你的大便要顺畅 生活形态改变的部分 那药物治疗我们比较常见的 就是当然有一些举顾使用的药膏或塞机 甚至当然现在有一些自肺的口服药 而用效果都还不错 微创痴疮手术 几乎已经变成每一个进来 我整间寻求痴疮治疗共同的语言 先不论手术应该怎么进行 每个人的痴疮 对每个人造成的不适感因人而异 因此处理的方式自然应该因人而异 当生活形态改变 药物治疗都试过效果不好 或者是病人对于治疗痴瘡满意度 还不太够的时候 医师建议可进一步考虑介入性治疗 这是一个良性的疾病 它并不会造成说长远的一个身体的损害 所以有的人可以选择相对 就是不要那么侵犯性的一个治疗 比如说缓切或是雷射手术来缓解症状就好 但是在这个前提就是说 它没办法解决完全外治的部分 预防痴疮恶化 导致痴瘡恶化 TVBS新闻张正安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